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小剑就发现自己追剧的目的发生了变化,从单纯的为了看男女主角撒狗娘,看高颜值的人飙戏,到现在竟然还是喜欢上主角光环之外的人。 比如说,最近热播的《独孤天下》中,小剑就深深地爱上了一个叫做正容毛式的小伙子啊,还别说,就在你们都在为男女主角的情感着急时,未必与文物还是文庸无限烦恼时。 小剑,我是妥妥的,在男主旁边,这位蠢戏小哥哥,给偷走了少女心。 来,写上几张图片,你们感受一下这个颜值。 嗯? 你们就尽情的真男主真男儿,这种正好帅到我方心里的蠢戏小哥哥,就留着小剑自己慢慢欣赏。 哦,马王赤眼的正容是男主阳间的贴心小跟班,嗯,就是那种从生活到情感,方方面面都能帮你处理好的贴心小管家。 啊,外表看上去吗?是一个文文弱弱的书生样子。 可在上一周的剧情中,他和杨坚眼,在太师府更是惊到小别了。 怎样吗?好家伙,原来小哥哥还是一个文武双全的角色吗? 不说了,在知道人家还会武功之后,小剑更是欲罢不能了。 虽说是一个小跟班,可这个正容和杨坚之间的感情,可谓是没有声道。 声道他竟然敢一言不合,就开始对自己的主则,而且是在各种关键时候神捕刀。 不过,在杨坚看来嘛,似乎已经习惯了正容的这种做法。 于是哼,小剑在看剧的过程中,是命之沉迷于,对着两位小哥哥之间的斗嘴日常。 对天对的对主子掌声,小剑在看剧的时候,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怀疑。 这是一个假的小跟班,毕竟这一言不合,就对主子是咋回事儿吗? 这样子的小跟班,也着实是少见吧。 一出场就揭露自己主子的本性,直言人家凑热闹,可谓是对欧之意不在求,而是为了未来的上夫人。 可是,小哥哥啊,咱们看破就不要说破吗? 出门在外,多多少少,要给主子留一点面子吗? 而当在宴会上发现自己的主子沉迷美色时,这个直男人设的阵容又开始了自己的日常,一个不小心就把主子从美好的唤醒之中敲醒了。 嗯,你现在知道要自己的主子矜持一点,可当你遇见那个对的人之后,估计比你主子还恐怖吧? 感天动地神助公虽说,是经常性的忍不住去对自己的主子。 但追着看去的小剑,还是发现了,其实在这个小哥哥的心里,还是很在乎自己的主子的。 而且,他似乎比杨坚自己还要了解他,作为最终现在出现的头号神助公,CP我们此刻应该要集体站起来,欢迎一下这个小伙杂浪。 话说,要是没有郑荣在旁边不停地开导杨坚的话,可能我们等到大结局,也等不到这两人的狗粮兮马了。 在杨坚认不清自己的心时,郑荣就各种旁敲侧击给人家做工作,说自己是姑娘嫁的话,也会觉得嫁给杨坚很委屈。 还各种说,杨坚奇怪,看看你把杨坚都对成什么样子了,看看这一脸愁的样子。 当杨坚不愿意称呼独孤邪罗伦夫人时,神助公正荣为了逼杨坚,承认这个夫人也是没少费心思,说府上没有一个叫做三姑娘的人。 这一本正经的样子,我假装信了,一方面是撮合这两个人, 一方面的还要各种给两人的感情降温,发现这两人吵架时,二话不说就来了一场白白出的戏马。 只是,这被天上飞的小鸟,用一块这么大的石头砸中肚子,这样子的烂借口也是没谁了。 钢铁直男聊妹记不过,这个在别人的感情中充当导师的小哥哥,在自己的感情中却是各种掉线而碰壁。 好吧,小剑似乎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了,比如说,各种想尽办法和姑娘套近乎,只是这只男画风的聊妹方式,小剑要有点承受不来了。 话说,你在开到主子的时候那么明白,在画到自己是站的时候,就掉线了呢。 从谈月亮到问姑娘的姓名,这种潜入的方式,可谓是一点都不尴尬呀。 看到主子两人恋见的时候,明明前一秒,还在各种夸奖神仙眷侣,下一秒就开启了聊妹模式,说自己可以教那个姑娘。 不过,人家姑娘是一点都不动心的节奏,好在,小哥哥是决心一定的,只要是合适的场合,就必定要去找姑娘谈一下。 然而,咱们姑娘的眼中,似乎没有这个小哥哥啊,不知道在后面的剧情中,能不能有所进展。 小剑就先慢慢等着呗。 虽说没有宇文库的霸气外衣,没有杨剑的主角光滑,但毛饰演的阵容,还是成功的吸引了小剑的注意。 不得不说,这样子一个小哥哥,真的是传说中的全新国了,对待主子超级忠心,从生活到情感面面俱到。 不过嘛,就是这梁妹的方式还有诞生集,小剑作等小哥哥全领导的一天。 科班出身的《新晋演技派》这个在剧中经常性对主子,偶尔遭受姑娘白眼,一笑起来就无比灿烂的小火杂。 生活中也是一个主角光滑的小鲜肉,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,妥妥迪科班出身,M从中戏出来的人啊,这演技应该是没话说的吧? 2015年因参演《崩子才》,饰演那名,进入影视圈,出道的第一部作品,就是我们熟知的丁黑导演的电视剧。 在这部剧中,M有了和众多前辈合作的机会,有了和知名大导演合作的机会,带着出生牛毒不怕苦的气概,他成功的在《崩子才》这部剧中,获得了自己荧幕上的第一个角色。 于是,从这部剧起,偏偏少年就开始了自己义无反顾的《追梦之旅》。 2016年在电影《长夜》当中饰演介于,一个有情有义的偏偏少年,历经各种艰难最后实现自己的抱负,凭借自己坚定的信念和意志,成功,在那个世界敞出一片天地。 也许,这个《追梦的夜》某种程度上,就是马昂的真实写照,所以他才能把这个少年演绎得如此的精彩。 而马昂也做到了,让生活是滋润艺术,或许是演员这颗种子,在马昂踏入中央戏剧学院之后,就开始慢慢的生根发芽。 在毕业之后,不管是大大小小的角色,马昂都愿意去尝试一下,而正是这种不断的尝试,才让我们认识到一个能hold住多种类型角色的马昂。 即使是一些短视频的小剧场,他也愿意去尝试一下,这种勇敢的尝试,似乎开辟了马昂一种不一样的发展领域。 原来,这个温暖如雨的少年,也可以自带喜剧效果。 在网络自媒体视频《怀孝方》的《包校课堂》系列剧中,马昂又一个人饰演了杜甫、刘备和邹记等角色。 不管是霸气外露的刘备,还是有着古代美男子之称的邹记,马昂都能演出一种不一样的味道,不忘书心的打磨演技, 不忘自菲薄的坚守自我,除了正在热播的读说《天下》。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,马昂同样还有几部作品,等着你们去了解一下,合作朱少杰导演, 远马可、沈梦辰、七维的知名演员参演的古中武侠剧《鲜蒙门客栈》, 以及爱奇艺地质剧《明军修炼剧》,还有一部让小哥哥有机会穿上军装的烈火军校。 还别说,小剑在看过这些穿古装的马昂之后,倒是有点期待军装小哥哥了, 马昂似乎从来都不管自己能不能站在旧黄灯下,只要是在做自己正爱的事情、表演。 在他看来,一切都是值得的,心中有爱,眼中有光的少年,大概就是这样了。 可言可甜的两本大boss作为一个颜值有点正的鲜肉极小哥哥, 人家不仅是要在影视剧中通过角色来聊你一下, 在生活中,其实也是一个全方位散发魅力的家伙,来, 先上几张映照,让你们感受一波,不管是粉色小奶狗系列, 还是嘻哈小狼狗系列,马昂都可,以扛主,该哭的时候哭,该萌的时候吗? 好吧,原来这样子一个小哥哥,也可以有多负面孔,多变小哥哥,了解一下。 然而,影照中走高了路线的马昂,在自己的微博上,可是完全不一样的画风, 一言不合就聊粉丝,重大节日必定小剑给粉丝送祝福。 仔细想想,小剑现在入坑其实也不晚,今年还有端午节七夕节中休节春节。 坐等祝福,在一言不合就聊粉丝之后,二言不合就开始自黑了。 这种二次元的匹克处儿,也是蛮考验颜值的,小剑服了服了,当然,自黑完之后,还得正经的秀一下技能, 上风琴,如遇少年遇上这种考验气质的乐器,毫无违和感。 好吧,不认真刷一下小哥哥的微博,可能小剑还忽略掉了这个高颜值外表眼盖下的才死了。 嗯,不管你是多变的新晋演技派,还是可颜可甜的小奶狗,只要你是那个高颜值的, 妈啊,小剑就决定入坑,继续期待小哥哥在独孤情下中的精彩表现,当然这还不够。 希望以后可以在更多的精彩影视作品中看到小哥哥的身影,最后,送几张颜高深正大长腿的映照,再次攻击一下你的少女心。